我知道您很忙 都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 处理在各个工厂的这些关系 那这么忙的情况下 怎么还会有时间 自己写这本《心肉菩提》呢 这几年一次呢 违工就我写自装 但是他们帮我试写一篇以后呢 我就马上支持 不要你再写下去了 因为他以第二年参写 就加油添出的东西很多 我后来问他们 他说写书都是这样写的 就从来出去的 我帮你胡说八道 这样让人家读书的时间 想了几天后来想呢 我应该自己写 我也跟几个朋友讲呢 很多人说我不能自己写的 第一年参写很难写 不能够用这个好的词汇加进去 换买一次词就没有了 就不漂亮了 没有内容了 这本书实际上就是 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其实我写那篇书 我总共花了四个月时间 早上喝茶的时间 所以您是写得很快 因为他都在我脑子里面 不是创作是记忆 我的目的是把我真实的情况 与年轻人共享 那么你看到这个是真实的嘛 这没有一点杜撰了 到我们来吃了 我们来吃了 谢谢大家